大家好,我是凡话社长,今天是11月7号 承接上一期的视频继续解说毒枭第三季第二季 半夜三更,一群人偷偷的从货车上卸下很多装有工业气体的钢瓶 然后打开阀门,把你们的有毒气体倾倒入城市下水管网 带领这伙人这么干的是大卫,也就是米格尔的儿子 六个月后就要收手,集团的四大天王为确保被招安计划万无一丝 这段时间有更多的人要去杀 比如那些背地里不同意他们决定的人 更多的关系要疏通,比如跟北谷帮派 这个小帮派实力缩大不大,缩小也不小 更多的官员要收买,账目多做几个备份 以防这些官员到时候过河拆桥 大人物忙大事情,这种把钢瓶倒空 以便把毒品放入其中 利用海关对工业气体检验不严格的漏洞运输毒品的活 就轮到大卫去做了 木桶原理说的好,木桶沉水了多少 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那块最长的木板 而是那块最短的木板 大卫这个毒二代没经历过多少风浪,他就是这个集团的短板 这次图方便,轻到毒气入城市下水广网 管道连接千家万户 最终毒气溢出导致多人死亡 短板少年还没意识到自己的脏狂和幼稚 已经点燃了卡尼集团覆灭了隐线 不多久,新闻就报道出来 因为不知名气体泄漏,导致数千人受伤 四人死亡,其中三人是儿童 这起新闻让吉尔普托很恼火 正处于跟政府谈判的关键时刻 如果民众知道真相,卡尼集团除了贩毒 还是杀害无辜妇女儿童的凶手 就算政府高层有心放水 也难以对选民们交代 搞不好花了无数金钱和时间 才推动了招安计划,会功亏一篑 不好过的,不光卡尼集团这些高层 DEA的阿潘这段时间也遇到阻碍 注视计划的两个队员 在哥伦比亚安插卧底的行动 被媒体曝光 美国插手自己国家的内政执法 让哥伦比亚的强力部门颜面无光 本来你偷偷干,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维持一个虚假的颜面 如今被媒体拉下遮羞布 强力部门只好取消这两个队员的签证 以后DEA再也不能这样擅自行动执法 大使馆方面和阿潘也无计可思 还记得这位上校吗 第二季中跟阿潘联手 也正是在他的鼎力协助下 才成功消灭巴布罗的麦德琳集团 会后,阿潘去跟马丁上校掏交情 不曾想,笑脸遇到冷屁股 马丁上校提到Loss Peppers 反抗巴布罗压迫者联盟 选然上校对以前的合作心有芥蒂 如果你还没有看过独销第二季 或者已经不记得Loss Peppers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里我简单回顾下历史 当初阿潘为了打击巴布罗 无所不用其极 手法已经跨过法律的边界 当时和现在一样 因为同样在哥伦比亚没有执法权 又找不到一个手握兵权的人物 帮助自己颇与无赖 跟卡利集团合作 也就是阿潘利用美国强大的信息网提供情报 告诉他们巴布罗及其手下的行踪 然后卡利集团还有另外的几个帮手 黑丝黑当街火拼 通过这种方式 才让巴布罗损兵折将 元气大伤 当时跟巴布罗正面交锋 街头杀戮 无法无天的这群人 给自己取了一个好听正义的名称 反抗巴布罗压迫者联盟 也就是Loss Peppers 很显然 马丁上校对阿潘当初的 这种愉悦法律的行为很反感 如今就是重提 阿潘明白 马丁上校是在提醒自己收敛 回来继续看卡利集团这边 相对媒体曝光 新闻自由就是你能写我是黑的 我大把的钱 随便就能找几个无良媒体的记者 也能夸我是白的 不明真相的群众 只是一盘散沙 因此他们更担心政府的调查员 官方的调查结果 才是最能要他们命的 吉尔伯托当众指责大卫的失误 影响了大局 骂得大卫垂头丧气的离开 跟着找人去 全面打探这个调查员 看看有什么办法 这份猜事当然落到了乔治身上 官员的那套在这里行不通 不愧是卡利集团的金牌安保 启动了全面监控江湖监视令 是要找到他的软肋 家里办公室安装窃听器 所有家庭成员 老婆小孩连狗也不放过 24小时有人跟踪 每天跟什么人见面 每时每刻在干什么 搞清楚他所有的家庭工作社会关系 很快乔治就在电话中 得知他老婆有婚外情 在他们约会的酒店 提前进去安装了针孔镜头 拍下了他们床上翻滚的动作片 吉尔伯托看到这盘录像后 觉得这是一个要挟调查员的把柄 可以找个人去跟调查员当面谈条件 在场的大卫 因为上次吉尔伯托对自己发露 眼见乔治这么能干 凸显出自己的无人 对乔治怀恨在心 本来乔治一直只是幕后干技术活 从不露面 仍然提议让乔治去跟调查员当面谈 乔治虽然一再推迟 最后吉尔伯托发话 现在是集团危急时刻 相信你有这个能力 和对集团的忠诚 一定能完美搞定调查员 无可奈何 乔治只好答应 拿着照片向调查员摊牌 要求他下午的新闻发布会 不能揭露真相 只需要说是个意外 大家都好交代 没想到调查员看到这些照片 一点不吃惊 严厉的指责乔治 自己不会对他们妥协 一定会把真相告诉公众 随即站起身 打开门要乔治赶紧离开 原来调查员早就知道 自己老婆外面有情人 面对不肯合作的调查员 乔治到底不是那种 只懂得用武力解决问题的一般人 调转打击方向 我会把这些翻滚的照片和录像 散发给你的每一个亲戚朋友 特别是孩子的老师 他的同学们 你的好爸爸好老公 虔诚的基督徒的人设 到时候一朝上 清官不人设 人设不清官呢 想一想你的儿子 以后如何面对周围的同学 现在多了一个中年人 加入人生烦恼的队伍 远在纽约的七匹 也遇到麻烦 为了给集团多赚取利润 加大了出货量 问题是加工毒品所需的乙迷 市场上缺货 不同意哥伦比亚被出口限制 纽约这里乙迷本该要多少有多少 他们来到供货商那儿 一打惊 原来是因为最近来了一伙新的毒贩 也在大量购买乙迷 从供货商这里得知 那伙人的脑潮位置 一家美容店 七匹跳了个好时间 来到这里假装软发 店员通过口音发现 店里面三个人 都是哥伦比亚人 立刻知道事情不简单 询问他们真实意图 七匹冷静的要他去找真正的老板 来谈谈真正的大买卖 不一会儿门里面出来六七个人 把七匹围在中间 七匹也不惧怕 亮出自己的名号 跟着说 这里地盘容不下你们 给你们一个选择 安静的离开 我知道你们肯定很不情愿 但人长大的意义 就在于要学会 接受那些难以接受的事情 来的人仗着现场自己人多 掏出箱 不接受七匹的要求 突然七匹先发制人 在单子后面开枪 一梭子扫过去 后面的两个帮手 新来的毒贩 确保霸占纽约这个市场 相比以上这几个 遇到人生烦恼的人 米格尔最近过得很滋润 自己的手下干掉了莎拉萨尔 现在他老婆 四处打听老公的下落 是时候去拯救 这个惊慌失措的美女了 米格尔叫手下 把莎拉萨尔夫人 带到一家高级酒店 见到米格尔的那一刻 莎拉萨尔夫人 立刻就明白 发生了什么事情 当面质问米格尔 自己老公是不是被他杀了 本来想掩饰下 这个时候也没必要回避 是的 你老公已经被我的人杀了 说完 倒了杯酒 推过去 莎拉萨尔夫人很伤心 最终拿起来 喝了下去 接受了这个现实 现实都是很难接受的 电视里面播放的 调查员的新闻发布会 调查员妥协了 宣布这起事故 是个令人伤心的意外 阿潘本带队继续追查 卡尼集团也已经动摇 前段时间有个年轻的手下 查到卡尼集团洗钱的线索 想要阿潘批准自己追查下去 刚刚被哥伦比亚的强力部门警告 马丁上校对他过去 在罗斯派普史中 所作所为冷嘲热讽 当时阿潘深感无力 知道卡尼集团在当地 强大到无法撼动 没有批准 如今看到新闻发布会的结果 面对数千人受伤 四个人死亡 其中三人是儿童 明明知道真相 明明可以出手 却袖所旁观 无法面对做长头鸵鸟的自己 另外一边 吉尔普多也看到了这个新闻 心情大好 忙着去看比赛 假意宣布 把门票收入捐给事故中受伤的人们 无辜的人在承受痛苦 凶手却以身世 慈善家的面目是人 阿潘终于无法接受这个现实 叫上那个年轻的手架 开始了新的战斗 以上就是独消第三季第二集的内容 看完这一集有个感觉 不知是否导演在高级白这些独消 吉尔伯多看完那盘 偷拍录像带后 这里面乔治跟大卫两个人的关系 打工的如何跟各种皇亲国戚相处 这点我今天暂时不想谈 最让我吃惊的是吉尔伯多当时的所作所为 集团遇到巨大的形象危机 时间紧迫 调查员还是一个不收黑钱的硬角色 要找到一个人去接手这个棘手的任务 那真要好好挑选衡量下 可是吉尔伯多听到大卫建议乔治 寻声的下后就决定 表面理由是调查员认识他们 只有他是生面孔 难道从卡尼集团中要找个其他的生面孔 去传个话很难吗 这个人不能用暴力 只能凭说服你 乔治说自己从来只做信息收集 不善言辞 可吉尔伯多就敢于选择他去 事后也不负重托 相信当时大卫推荐乔治是不怀好意的 七分想把事情摆平 三分期待乔治失手 然后正好把吉尔伯多臭骂自己的气 出在乔治身上 不得而知吉尔伯多是什么标准选择了乔治 可是回想前面他跟儿子的谈话 推荐多看看通用总裁写的书 赞赏里面都是大智慧 导演这里也许无意也许故意暗示 让我们看到了吉尔伯多 自然善用的管理能力 知道谁是庸才谁是人才 懂管理 懂经营 必要时还能拿着枪跟敌人火拼 吉尔伯多可不是一般的毒贩子 相比吉尔伯多 七匹更让我刮目相看 如果吉尔伯多是个商人 七匹就是一个哲学家了 在美容店开枪屠杀前的一段话 这句话直接把本集中所有人的命运点透 面对当地政府和军方的压力 阿盘估掌难民 手下对自己的失望 有苦受不出 只能看着他们离开 当再次有热血亲人请命出战 所能做的只是保护好他们 别再受伤 命令他们什么也别动 阿盘接受了难以接受的现实 乔治想要离开集团 却遇阻 无端得罪大卫 被逼冲到最前线 不情愿也得干 有什么办法 难以接受的现实才是真正的现实 有一个很隐晦的地方 导演却选择一带而过 调查员的家庭 老婆在外面红性出墙 她心知肚明 夫妻二人应该早就谈判过 为了自己的孩子 为了在亲戚面前维持颜变 或者是为了其他别的 不管是为了什么 调查员在真正的第一次 得知老婆出轨的那个时候 在决定要维持 这种名存实亡的婚姻的时候 就是在开始接受 这难以接受的现实 婚姻家庭的失落 让她只能在工作中 寻找人生价值 不收黑钱 为名请命 成就了她的名声 乔治这次在事业上 也把她打趴下 家庭 事业 双双失败 如果学会接受 难以接受的东西 意味着长大 不得不说 卡利集团让很多人得到成长 你以为就这些了吗 对 别忘了 漏掉了一个人 她老婆 用点常识想想就知道 老婆出墙一定有原因 至于是什么 我不瞎猜 但肯定是对他们的婚姻 失望至极 这位从没露面的老婆 在失望的那天 选择不离婚 出轨找情人 想必是现实中妥协的结果 那一天也长大了 这一家子 导演镜头给的不多 却刻画的如此惊心动魄 当然 别遗漏了漂亮的 沙拉萨尔夫人 老公失踪多日 虽然不一定对老公 有多深的感情 可是像商品一样 换来换去 无法掌控 毫无安全感的生活 面对米格尔送上前来的敬酒 一饮而尽 自己已经是 挠笼中的猎物 相比前面的几位 连选择的权利都没有 都是大人的 得学会接受现实 别看现在 大杀四方的欺品 他说出这番话 可见他并不赞同 招安的决定 可是没办法 也不得不接受 时光是把杀猪的刀 现实就是这恶心的时光 杀的人毫无还手之力 默默忍受 妥协慢慢丧失了 年轻时候的火气 冲动 很多人在忍耐中沉沦下去 极少数真的勇士 回归初心 阿盘追踪选择 跟现实继续战斗 开始了新的人生 才有了后面的故事 是你接受生活 还是抬起头 迎栏而上 让生活来接受你 喜欢我解说的朋友 欢迎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同样在其他平台 微博 微信 脸书上搜索 防话社长也能找到我 今天这一集有几个点 我会在微信公众号 发表的文章里面 写的更详细 希望大家来看 最后辛苦受累 拜托点个赞 谢谢 下次再见